師傅動手不動手 白鶴是凱豆抱我的包包 大家好 我是烘焙師小吳 今天要請教師傅來教我們做東西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黃金巧克力的草莓拌蛋糕 Hancake 這個胖子 先介紹我們的原物料 加利寶的黃金巧克力 再來就是草莓嘛 這是我們公司的草莓乾 那我們這個草莓乾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來做麵包 也可以用 不只是拿來做錫錠 那再來就是介紹我們今天的主原料 還有為發酵奶油 我們如果是天氣比較冷的話 你可以先拿出來退室溫 再來做打發 如果是夏天的話 我會建議直接冷藏拿出來 直接做打發就可以 因為夏天的話 如果今天奶油它太軟 你要打發的時候 它打發性會比較差 會變水啦 就比較不容易打發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上白糖還有海藻糖 那為什麼我用海藻糖 我們要降它的甜度 因為一般來講 拌蛋糕的話 它甜度都會比較高 因為它耐放 再來這次我們又加了黃金巧克力 所以的話 我會把我的糖的部分 就會有一些改用成海藻糖 它就不會那麼甜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鹽巴 這鹽巴的話 我們這比例也算吃得蠻重的 動物鮮奶油 鑽石低筋麵粉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原物料 來首先請我們的Chef 先把我們的奶油 先挖到缸裡面去 再來就下我們的糖 還有鹽巴 都可以一起下 先用慢速的 先把它打軟 之後我們就用重速的去把它打發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在打軟的過程 我們可以先把我們的甘納許先煮起來 重先給它下去 待會就是這個煮滾 我們把它沖到巧克力裡面 再用這個 把它完全攪均勻 如果你有均質機的話 你就用均質機把它均質 如果沒有就用這個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再來是要加麵糊裡面的 那我們先煮起來 主要就是讓它溫度稍微嫩一點 不然你熱熱的沖到你的奶油裡面的話 會融化 那這個它打軟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中速了 就用中速打 喔 對對對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這裡的喔 你看 我們剛才稍微打了之後 它已經打軟了嘛 我們現在就開中速的 打打發 那我們雞蛋的話就室溫的雞蛋喔 等一下加這個要慢慢加 要分次加 然後要再分次加 對 我們大概像它這個量的話 我們可能會分個三四次加 那因為今天我們這個拌蛋糕 它本身有加這個甘納薯 那你如果今天只是照我們一般打拌蛋糕的打法 把蛋吃完再加這個甘納薯的時候 它會分離 因為它油脂會不夠 所以我們吃蛋的話 大概吃到二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會先下一些甘納薯下去 斷均勻之後再吃剩下的蛋 再上甘納薯 交錯量 這樣它才不會分離 好 先下這樣子 OK 有沒有你下去的時候有沒有感覺它好像 有點像倒灰那樣 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再把它打 讓它充分的均勻 就不會了 有沒有 慢慢的又開始均勻了 對 那我們要稍微再讓它打一下 對 因為你蛋吃太快的話 你要打發的時候 它會變比較慢 要讓它吃完再打 吃完再打 這樣可以嗎 對 你可以稍微刮一下 記得這個甘狀的地方 死角都要刮 不然你到時候打好的時候 有一些奶油可能在甘狀的那個下面 對 有些奶油是卡在下面的 還有糖刷 對對對 所以你要把它刮高 所以你打半蛋糕 還有打那種起司蛋糕 最主要的步驟就是要刮高 起司蛋糕刮缸非常的重要 不然就是吃起來就不足 對 它有顆粒啊 你這個蛋一定要室溫的喔 好 如果你是用冰的蛋 你的冰的蛋一下去有沒有 你好不容易打發 它又爽起來 好不容易給它打膨鬆了 遇到不能啊 它是會變硬 它又被綁死了 你要重新再把它打發 對 所以要花很長的期間 所以每個步驟都很重要 對對對 但是有的人他也會用冰的雞蛋打 在夏天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天氣太熱 它會摩擦嘛 會有溫度嘛 奶油打一打就變水 它都用冰的蛋下去 它奶油又熟起來 又可以重新再打發了 因為如果你今天變水啊 這樣打的時候它打不發的 所以它有的會用冰的雞蛋 去控制它的溫度 它有時候室內溫度又太熱啊 什麼的都有可能 等一下今天我們剛好是冬天嘛 所以我們可以冰的奶油 室溫的雞蛋是OK的 好 你會感覺 吃蛋啊 它會吃到一個極限 你會感覺好像 哇 好像有點快要分離了 就代表我們要下我們的甘納薯 因為它油脂不夠 對 你的蛋下去水分太多了 像現在這樣嗎 現在有點快極限了 你再一大下去你就感受得出來了 對不對 跟剛才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有沒有 那它會有 甘納薯 我們這個 剛煮好了 讓它降溫 我的習慣是摸起來是冷的就可以了 不可以是熱的喔 熱的奶油下去就融化了 好 我們就先下一半 因為你現在如果吃蛋會分離 它已經到一個極限了 好 很累的話我們就是下去拌勻就好了 拌勁勻就可以了 過分的攪拌它會產生筋性 好 反正精心吃起來會 就QQ的 好 下我們的果乾 這我們的草莓果乾 有把它先切碎齁 草莓乾蠻多的耶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不用切 沒有啦 因為你果乾多 你吃起來比較有 裡面咬得到東西 才不會說都是蛋糕 你看這麵糊夾起來就是超級無敵光亮 要把它拌均勻 拌均勻就比較重要了 下面要把它刮上來齁 你在插柴你 哈哈 不然你們都怎麼辦 好你先示範來 這樣辦啦 動作大一點啦 對 要均勻喔 一定要拌均勻喔 看起來很亮 剛剛還沒下粉的時候是差很多 我讓鏡頭看一下 亮 好 那我們現在蛋糕已經出爐了齁 趁熱直接把頭具敲出來 趁熱刷上我們的糖球 它會馬上吸進去 對 如果你冷冷的刷 蛋糕它就會爛爛 如果你熱熱的刷 它毛細孔是打開的 它會把這些東西吸進去 就會爛爛 然後我要馬上包上保鮮膜喔 第一就是把它烤烘 第二個就是 我們把這些 糖酒液 就可以把它烘在這個蛋糕裡面 待會兒 全部包好之後 馬上進冷凍冰箱 冰到隔天 之後 再拿出來退場 讓它回油 讓它回油 二至三天 是飯蛋糕最好吃的時候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囉 那再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